粉丝竟然给我寄快递让我穿 呦 今天的快递怎么这么轻啊 衣服 我看看啊 惠子姐姐夏天到了 给你寄了个超级薄的防晒衣 别晒黑了 看在衣服这么薄的份上 你就吃一天带薄的食物吧 我会让晒黑的人 交出手机里的第四个表情包 自然夏天到了 天气这么炎热 那就吃一点清爽脖脆的东西吧 早上就来一个童年的回忆 不得好骗 这不是小时候的回忆 直接涌上心头 清晃晃晃冰冰凉凉 瞬间连嗓子都是凉快的 这真的是比纸片还薄呀 中午就吃乐视新出的香药活片吧 这个是黑芝麻加奇亚子 还有这个红枣加狗体 这两个组合搭配的太健康了 真是对我这种爱吃零食的人太友好了 哇 你看这每一片上 都能直接看到这些小料哎 我先尝一口这个黑芝麻的 嘴里的芝麻香快溢出来了 好浓郁 再尝尝这个红枣狗体的 哇塞 哦 这一种吃枣夹核桃的感觉 红枣的前方好上头 而且这每片都特别薄 包的都可以透光了 吃到嘴里特别酥脆 你们听这个声音 而且我这吃了快大半包了 也不觉得腻 感觉一吃上就停不下来了 实不相瞒 它还不含反式脂肪酸 那我把这两包相瞒也不怕变胖 我得再去天猫超市上买点啊 现在上天猫超市啊 今日疯抢力减食言呢 哎呀 晚上就吃个脖子糯米纸吧 这可是吃糖葫芦前最高仪式感 有人懂吃糖葫芦那味儿的啊 这后点吃还挺有嚼劲的 跟吃口香糖似的 干牙了 别忘了你们的表情包啊